日本政府实施所谓钓鱼岛国有化之举 引发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抗议 中国军方连日来持续发声 表达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 另一据报道 入秋以来解放军全军各部队 士兵演练进入高潮 在日本政府签署所谓钓鱼岛买卖合同的9月11号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燕生即发表谈话表示 日本政府的所谓购导行为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 中国政府和军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 是坚定不移的 而解放军报也在当日发表题为 日本政府不要玩火的文章指出 日本政府的行径是二战结束以来 对中国主权最为赤裸裸的挑战 12号 解放军报再次刊发解放军少将罗元的文章 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绝不会退让半步 文章称 领土主权事关民族尊严和国家核心利益 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决心 对日本非法勾导之举 中方坚决反对 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 13号 解放军报发表 休想攫取我国半寸领土的文章称 日本政客不要误读时代 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九一八事变时的中国 今天的中国军队更不是甲午年间的北洋水师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的中国 综合国力大幅跃升 经过长期现代化建设的人民解放军 战斗力突飞猛进 我们有坚定的决心和足够的能力 履行国家和民族富裕的神圣使命 14号 解放军报发表 历史真相启荣歪曲的文章表示 在钓鱼岛问题上 坚持主权属我 不仅是捍卫中国主权领土完整 也是贯彻开罗宣言 波斯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规定 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 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亦或多么严峻的考验 中国人民都会毫不动摇地 捍卫钓鱼岛及其富主岛屿领土主权 绝不退缩 据了解 入秋以来 全军各部队实兵演练进入高潮 全军官兵正以实际行动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 努力提高大赢本领 随时准备完成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任务 有效履行党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使命